剑秋哥哥 你来了 姚儿 今天过后 你体内的三阴寒毒 就能够彻底去除 到时候 你就可以成为万人瞩目的天才少女了 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我乃天水城四大世家之一的 楚家少主 自有天赋异禀 觉醒九阳血脉后 十四岁就突破了真奇境 但是之后的三年 我的血违再也没有进展 剑秋哥哥 都怪我 是我害你被众人嘲笑的 众人嘲讽我从深潭跌落 我都一笑置之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傻丫头 说什么呢 你觉醒的三阴绝脉 所产生的寒毒 只有我的九阳血脉的本命精血可解 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呢 剑秋哥哥 一切都是为了救我的青梅竹马 天水城四大世家之一 柳家家主的掌上千金 柳天遥 等你好了 我立刻向柳叔叔提醒迎娶你 一个月后 就是玄剑宗的招生大笔 那时候 我们才一起加入玄剑宗 做一对逍遥自在的神仙眷侣 一切都一剑秋哥哥 只是这三年来 苦了剑秋哥哥了 跟我还讲这种客气话 该打 时间不早了 来 我这就为你 取出最后一丝寒毒 精血乃舞者修为的精华凝聚 不管经历多少次 损失精血的过程还是这么痛苦 不过 已经结束了 终于成功了 你的寒毒已经全部解开了 是的 我终于成功了 所以 杨 杨儿 你可以去死了 为什么 你在开玩笑 对不对 我早已有心爱之人 若不是为了治病 我又岂会屈尊接近你 这三年来 你冒犯了我无数次 纵失千刀万挂 死伤千万次 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所以这一切只是阴谋 我这三年来毫无间断地为你付出精血 在你心中就一文不值 不错 这一切只是阴谋而已 不这样 你有岂会不惜耗损自身精血也要为我治病 哼 想要我死 就算你完全掌握了三阴绝脉又如何 就算我现在元气大伤又如何 杀得了我吗 我真气静的修为 可不是你这个炼体五重的无辙可敌的 那加上我呢 二世子 哼 天哥哥 原来他是绑了大腿 才敢如此算计我 不行 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得掏 真好 迟了 他居然已经是真气静流重的修为 这一身血脉 在你这香叶剑民的身上真是糟蹋了 今天我就为他寻一个真正的主人 你居然功 这 这欧阳云居然敢练习此等级机密疏 他 容 九阳血脉终于是我的了 楚剑秋的这一身修为就送给你了 好好地修炼 一个月后就是玄剑宗的招生大礼 多谢元哥哥 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哼 这人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要是死了 我们楚家也不会放过你的 楚家大长老会给我报仇 你以为是谁提前告诉我 你身上的体质能治好我的病 你外出这么久 却无依暗卫跟随 楚家大长老可比我更想让你死 毕竟你死了 楚家少主的位置就是他儿子的 所以 从我决心九阳血脉开始 就处在一场骗局中了 直接杀掉太过便宜了 就让你尝尝 从天上跌到地下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吧 你破碎我的修为 我的救药血脉全都没了 你以后我和废人有什么区别 不 若让我今后只做一个废人 那还不如死 只要有这条命在 我就绝对不会放弃 活下去 我要复仇 不缺一指 方开神塔 故而后立 炼之尊煦 天地神仙 正道鸿蒙 停了 这 这是什么 混沌至尊塔 混沌天地绝 混沌至尊塔 混沌天地绝 谁 是谁在说话 怎 怎么会这样 我的丹田正在被修复 连锻炼的经脉 也被重新掀上了 什么 回来了 混沌天地绝 炼混沌至尊血脉 这是 混沌天地绝的法诀 成就至尊血脉的通天大道 重新愈合的丹田 比以前更加好大 经脉也接任了无数倍 重点是 这至尊血脉 简直惊是害死我 在我的认知中 武者觉醒的血脉 只有天 地 玄 黄 四个等级 但据传言 天级之上 还有一种上古血脉 凡是觉醒这种等级血脉的武者 无一例外 都成为了威震一方的大能 或许这混沌至尊血脉 就是传说中的上古不朽血脉 既不可识 我必须尽快将这法诀融汇贯通 修为提升 炼体三重 从修为费劲到炼体三重 我竟只用了一个时辰 就完成了常人去耗费十几年光阴 才能做到的事 好 我这就去找那对狗男女算账 定打到他们 跪地求饶不可 糟糕 急火攻心 忙过头了 这里是我的房间 是谁把我送回来的 啊 怎么了 你个小丫鬟还挺能耐啊 不仅私自把楚剑秋给扛回来 还敢偷药给他用 赶紧把药交出来 不然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里 快点交出来 看你能撑多久 你们 给我住手 哈 楚剑秋 你这个丫鬟不懂事啊 竟敢把你给吵醒了 我得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 放肆 本少主的人 轮不到你来教训 啊 再过几天 你可就不是少主了 什么 看见了吗 这是楚家长老会的召集令 大长老决定在十日后 举行足内大比 重新竞选少主之位 这么急着把我换掉 看来 柳天瑶对我做的事 你们已经知道了 不过 大长老一脉 不过是区区一个旁枝 想做楚家的主 做梦 家主已经消失整整三年 根据楚家家规 自然是大长老来做主 总不能是你这个废物来做主吧 他与柳天瑶狼狈为奸 夺走了我的九阳血脉 害我到如此地步 这样的人 根据楚家家规 又该如何处置呢 少 少在这无言耸听 是你自己无能 活该被女人骗 怪不得旁人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在族内大比开始前 我就还是楚家少主 现在我以楚家少主的身份命令你 向我的丫鬟入化 下跪道歉 你 这世上哪有主人向下人下回道歉的 你也太嚣张了吧 少爷 我没事的 你还有伤在身 惹怒了他就不好了 没事 放心吧 他奈何不了我 少爷 一个修为全无的废物 还敢如此嚣张 本少爷今天非把你打得跪在地上 叫爷爷不可 哼 周剑球不是修为尽尸了吗 现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你是要自己乖乖跪下 还是要本少主打得你下跪为止 怎么会这样 难道少主的修为还在 完了完了 早知道就不跟着楚河少爷来了 我可是电梯四处 紧致的面子 我说什么也要挣回来 我呸 你现在顶多也就是练起三重的修为 这不是我意识大意 你早就死了 好 好强的灵气 这是楚河少爷的压箱计 拓灵拳 少死吧 瞅剑球 少爷 楚河少爷 你没事吧 他只是练起三重 怎么可能赢得了我 给我滚 你给我等着 带我把此事上报给大长老 我看你还能风光几时 少爷 你受了伤 还能碾压楚河少爷 真是太强了 嘿嘿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 毕竟我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嘛 哈哈哈哈 少爷你真强 我已经突破到练体四重了 这就是五十颗脆体丹带来的力量吗 多点 再多点 依我现在的九尾 顶多也就能教训教训 像楚河那般不入流的小角色 但若按这种速度提升下去 只多半年 我就能恢复到之前的实力 这就没了吗 看来得去丹阁再取一些了 少爷 该吃饭了 放着吧 你先随我去趟丹阁 少爷教训完楚河后 不过是闭关裂弓了一两个时辰 就突破了一重境界 这速度也太逆天了吧 你确定没看错 楚剑球真的打败了楚河 千真万劝 眼下这消息 整个楚家都传遍了 说少主不费吹灰之力 就破了楚河少爷的压箱戒 看来他的修为 并未尽失 只是跌落了 若楚剑球真的变成废物一个 丹阁自然会毫不犹豫地 站到大长老那边 可若他还隐藏着惊人的实力 那就说不准了 少主到了 丹阁长老何在 还不速来迎接 来了来了 不知少主到丹阁来有何贵干 看楚剑球的气息 的的确确只有炼体器的水平 这和他从前相比 那可是天差地比 还能成什么气候 本少主是来领这个月的丹药份额的 快快快 赶紧把丹药给拿来 别让少主等急了 得嘞 弟子这就去 少主 这些是你本月的份额 只有六颗脆体丹 长老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少主的份额 向来是三颗聚气丹 两者之间的药效相差十倍不止 你们到底是何聚心 少主错怪老夫了 丹阁的份额分配 向来是根据个人修为来定夺 少主以前是真气静一重的修为 自然值得聚气丹 但是现在 恐怕得想法子从别处弄弹药了 如画 我们走吧 少主慢走 你们现在瞧不起少主 日后有你们后悔的 大长老一脉很快就会发难 我必须尽快提升修为才行 就是这里 经脉禁断 丹田禁毁的我 就是在混沌之尊塔的助力下 等一面盘重生 或许 在这扇门后面 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 这是万道源流浮阵传承 和 浮阵是天舞大陆最高深的绝学 而万道源流浮阵便是集天下浮阵的总和 火浮 水浮 风浮 神行浮 定有既有 这是 丹浮阵 若能参悟这个丹浮阵 日后无论想要什么弹药 就都不愁了 唉 总算完事儿了 丹浮阵难度极大 若非我掌握了混沌天地诀 想将它参悟透彻 恐怕要耗上几十年 接下来 就只缺炼制脆体丹的材料了 怎么样 这张增丽符 可是能在短时间内 增幅整整一倍的力量呢 能换不少材料吧 真的假的 功效有这么巧吗 哼 增幅一辈 谁信呢 没想到堂当楚家少主 曾经的天水郡第一天子 居然沦落到了 跟这种坑蒙拐骗勾当的地步 真是可悲啊 是你 柳高阳 那毒妇柳天遥的弟弟 你这废物 现在连我者都不是 还能画出 增幅一辈力量的增丽符 谁信呢 就是 我们少爷可是天水城的一品服饰 你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卖假服 太不自量力了吧 哼 楚剑秋 你要是真缺钱的话 就跪下来给本少爷磕几个想头 或许本少爷大发慈悲 能赏那几块零食呢 瘋狗一条 识相的话就赶紧滚 别妨碍本少爷做生意 这废物 刚才骂我什么 瘋狗 我看你是找死 什么 山泉 我的手 我的手 我 怎么会这样 我只是楚剑秋 单铁破碎 凶未见识了吗 你 你想干嘛 你姐姐柳天瑶欠我的账 今日 就先从你身上套个利息吧 陪我住手 凶 凶只老 救命啊 楚剑秋疯了 他要杀我 楚剑秋 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有什么话趁现在赶紧说 待会可就没机会了 梁长老为何不分青红皂白 就对我出手 不分青红皂白 你在万物商行的地界上动手 还敢说老夫不分青红皂白 敢问小兄弟 方才是谁先动的手 你可看清楚了 呃 是柳家公子先动手的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他说的 可是真的 是的 弟子方才问过了 早早在此观察的几名师弟 也是同样的说辞 柳高阳 你身为万物商行 灵福阁的弟子 执法犯法可是最佳一等 天杀的楚剑秋 原来他方才是故意激怒我的 冤枉执法长老 是楚剑秋先贩卖假服 弟子才忍不住出手的 贩卖假服 这可是杀头的重罪 你连我的灵符都没看到 怎么就能确定它是假的呢 增符一辈的增礼符 凭你也配 师父您来了 徒儿放心 尾师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楚剑秋 放眼整个天舞大陆 一节增礼符的效果 最多不超过五成 你真以为你那拙力的伎俩 能瞒得过我灵符阁长老吗 师父说的对 这姓楚的从未学过福阵之道 会不会制服都两说 根本就是个骗子 既然如此 常长老敢不敢和我赌一把 哼 我倒要看看 这小子究竟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可以啊 怎么赌 如果我这增礼符 能达到一倍的效果 常长老便赔偿我三百颗脆体蛋 如何 三百颗脆体蛋 这脏和胃口也太大了吧 对于一个死人 就算给再多的许诺又如何 关键他得有命拿得到 没问题 你若是真能做到 老夫就算给你五百颗脆体蛋也无妨 好 一言为定 诸位想随我一起见证的 也随我移步灵符阁吧 这便是我灵符阁的侧符仪 也许 任何灵符在他面前 品阶和效果都会一览无余 那常长老可否笃定 这侧符仪不会出错呢 放肆 侧符仪是我灵符阁的颜面 岂能容你质疑 你能不能轻点 哼 楚剑秋 我看你就是怂了 不如现在乖乖认罪 本公子还能留你一句全尸 你也就还能趁现在叫一叫了 什么 居然是真的 这家伙的增力符 真的能够增幅一倍的力量 妙 妙极了 想不到我天水俊出了一名符师大才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真的 我才是天水俊辅导天赋最高的符师 你我才是 楚剑秋 你是在作假 我要杀了你 蠢货 尽给为师丢人现眼 来人 还不赶紧把你们的废物师兄给抬下去 是 真是的 柳高阳当众质疑侧服仪 打了灵符阁的脸 常高尘这一巴掌表面上凶悍 实际上是为他的宝贝徒弟留后路的 哈哈哈哈 楚小友 方才还指名道姓的喊着 现在就改口称小友了 变连挺快啊 怎么 梁长老有话要说 不知小友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灵符壳 加入灵符壳 此事凭梁长老义人 应该做不了主吧 他做不了主 本座可以 拜见阁主 他就是灵符阁的阁主 杨振海 听闻阳阁主神龙见首不见尾 没想到都把您给惊动了 哈哈哈哈 从你们踏入灵符阁的那一刻开始 本座就注意到你了 增幅力量一倍 就算是本座也制不出如此奇效的灵符 阁主 灵符阁要是有了楚剑秋 我们就再也不用被皇城那帮老家伙们求不起了 小子 只要你愿意加入灵符阁 阁内的资源你可随意取用 不仅如此我们还不会限制你任何行动 你想做什么依旧可以去做 若真如此 日后炼丹材料就不用愁了 况且有了灵符阁的一种身份 我自身的安全也多了一种保障 阳阁主圣情难缺 晚辈也就不推辞了 哈哈哈哈好 现在接着 这是 一品服饰令牌 什么 杨二可是耗费了数年光阴 再加上有家的败数家财 才为他驳来一品服饰的称谓 这楚剑秋竟然这么容易就得手了 对了 常长老 我那五百颗脆体丹 什么时候给我呀 老常 这就是你不厚的了 你一个堂堂二品服饰 怎么还去赖年轻后辈的账啊 怎么会呢 阁主误会了 我这就去叫人把脆体丹给拿来 初剑秋 上我徒儿 又害老子丢脸丢到这个地步 这个账我记下了 哈哈哈哈 姐姐 你要帮弟弟报仇啊 楚剑秋不死 难兵我心痛之恨 你不是说 楚家那小子已经被你给废了吗 会不会是你下手时出了什么疏漏 不会 他丹田已完全破碎 一身修为也尽数转移到了我身上 怎么可能还有修为 唉 这小子没死也是事实 看他对阳二的态度 是要彻底与我们留下决裂了 哼 那又如何 纵使他没死 也不过是区区炼体四重的修为 根本不足为惧 姐姐 玄剑宗招生大笔在即 我现在必须集中精力 冲击真气井 但姐姐向你保证 待我成为了玄剑宗的弟子 一定替你把楚剑秋这个蠢蚁踏平 冲击 变体六重 混沌天地决的修炼需要实在是太大了 从长长老那边得来的五百克脆体丹 不到一天时间就这样没了 看来这破功法是要逼我在赚钱这一条路上 一条道走到黑啊 谁 我一个炼体八重 怎么可能被区区炼体六重给压制 这时候分心 总不是好习惯 少爷 我听到你这边有很大的动静 你没什么事吧 少爷 可是有贼人擅闯 要不要派人去追 不用 我是故意帮他走的 看 我们的楚大少主来了 这么重要的足笔大会居然迟到 他真以为自己还是从前那个天水军第一天才吗 这废物应该是被吓得迟迟不敢来 既然如此 还不如趁早让出楚家少主之位 楚寒拜见三位长老 楚寒少爷不愧是大长老交出来的人 礼貌谦和 这才是大家风范 是啊 楚剑秋的底线打探清楚了吗 大长老放心 那似是有些越境而战的本事 但终究不过是炼体镜 此战必输无疑 我宣布 族内大比正式开始 清除寒登场 我宣布 剑秋兄 能做你的对手真让我受处若惊 毕竟前不久我还远远比不上你呢 你废话太多了 既然想要角逐楚家少主 就不要学那些蠢货 图成口舌之力 剑秋兄说得是 那么在下就冒犯了 我 我 我没看错吧 他们敌人士竟然打了个平手 不是说楚剑秋 只有练体镜的修为吗 楚寒少爷可是伪军镜啊 怎么会这样 照这个架势 若我与楚剑秋处在同一境界 岂不是挨不了他一拳 不行 那他是用了什么方法 绝不能让这个妖艺继续活着 千斤锤 你飞手 看来楚剑秋的实力 远远不止练体镜 再这样下去 楚寒必数无疑 要用那个了吗 那是 不好 那是强行提升境界的弹药 快阻止他 上了擂台 那就是他们两人的事情 老三这是要破坏规矩吗 这种弹药 带来的破坏力极强 对服用者本身也有很大的隐患 为了这么一把椅子 要毁掉两个年轻后辈 这样做值得吗 哼 如果楚剑秋怕了 完全可以认输啊 小微突破 真气镜 楚寒本就是微真镜 是炼体镜和真气镜 之间的一个模糊层次 可一旦突破是真气镜 就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了 好快 躲过了 速度还挺快 好险 差一点就看中要害了 楚剑秋 你现在跪地求饶还来得及 话可别说得太早了 好歹 生死吧 这 这几天有传闻说 楚剑秋能够炼制 增贵一倍的增力符 原来是真的 小畜生 隐藏得可真够深啊 三位长老 该宣告结果了 今后楚家少主之位 已久由楚剑秋担任 拜见少主 祝贺少爷大圣归来 少爷这些日子辛苦了 一定得好好补补 都是你爱吃的菜 如花 够 够吃了 哼哼 少主 丹阁长老大驾光临 不知有何归干 少主见外了 这是丹阁为庆祝少主大圣 备下的三颗巨弃丹 还请少主笑纳 现在知道八戒了 走干嘛去了 长老的心意我收到了 退下吧 是 这个剑风使舵的小人 前些日子挨搭不理 见少爷保住了少主之位 又赶着来讨好 在这个世界 强大就是唯一的资本 他们所做之事也情有可原 这些你叫其他丫鬟们 一起来吃了吧 我得去闭关修炼了 又闭关 短时间那大长老一脉 应该掀不起多大的风了 少爷为何这么着急 大长老算不上什么 真正重要的 是二十天之后 玄县宗在天水城的招生大比 天水城的招生大比场地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天水城这种边陲小地 里来都出不了什么自治好的苗子 可弟子听说 此地有三米已经突破真气境的公子小姐 分别是 柳家柳天遥 欧阳家的欧阳渊 和 不过 这一天 剩下的一天 练体九重想在二十天内完成突破就不可能的 看来他没那个命了 单哥长老送来的聚集单果然效果显著 我已经成功晋升到练体九重巅峰了 但最为重要的奇经八脉却毫无动静 人体共有二十条经脉 分别为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 晋升到练体九重就证明十二正经已被打通 至于奇经八脉 唯有极少数天赋异禀的武者 才能勉强打通其中一两条 一旦完全打通奇经八脉 打到练体极静 就能够修炼出传说中的无上无体 打通奇经八脉必须要在练体静时完成 有否我的时间不多了 要想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 但我之际还是赚钱 你 好好好 除了增丽福 其他福转也都有了成倍的效果 真不愧是我们天水晋的制服天才啊 楚小友 你的脸色看起来很差啊 可是哪里不是啊 多谢各主关怀 我只是昨晚没睡好罢了 怎么可能睡得好啊 为了多吃一些福转卖去赚钱 我在混沌之尊塔里一夜没睡 才将万道源流府里的福阵全部领悟 我小友今天来的巧 本座这正好有两位贵客 可以把你引荐给他们 请两位贵客进来 来来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万物商行的千金 夏游黄小姐 在下楚剑秋拜见夏小姐 灵福阁不过是万物商行 手下一个小小的分支 想不到像商行千金这样的尊贵人物 会亲临此地 夏小姐 你的福我们万物商行全要了 这么多你全要了 傻小子 夏小姐的意思是要跟你合作 他可是咱们大前王朝 响当当的财富榜首啊 这样一来 我就不用为没钱买修行资源而发愁了 终于能安心突破奇经八卖了 这是我们万物商行的贵宾卡 里面预存有一万块一品零食 以后卖福的钱 我们也会打进里面的 这卡 就算是大清王朝的皇子也难以得到 小姐 竟然这就给了这一个香烟小子 夏小姐出手大方 在下感激不尽 我们需要你在十天内练着两千道上品福传 送给万物商行天水郡分行的苏会长 可能做到 没问题 那在下就先告退 回去练福了 杨阁主 您看这张福 这孩子的福我都看过了 包准是没问题的 这 这 对吧对吧 好小子 藏得可真够深呢 这道福传看似有些潦草 实则是在有意收敛风马 显然是楚小友故意压低了福胆品质 本小姐这趟来天水郡还真是不需此行啊 楚剑秋 有意思 一阶古转就算负担再好 但品阶太低 价值还是涌现 想在制服上更进一步 就要靠这万道源流浮阵 练制出更高阶的福传 下下楚剑秋 来找苏会长 烦请通禀一下 也不撒泡尿罩着自己的样子 苏会长也是你这种废物想见就见的 天遥 你既然能够活下来 就要好好珍惜低调做人 而不是到处冲风头 来吸引本小姐的注意 我们注定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不要再痴心妄想了 柳小姐大可放心 像你这般心如蛇蝎 水性洋花的女人 也就欧阳渊那种货色会稀罕而已 你 放肆 你一个下贱的废人 竟敢如此羞辱本小姐 姓楚的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欧阳家可是万物商行的贵客 别逼我找人把你给轰出去 来了 楚公子 你可让我们好等你啊 苏会长 苏会长 夏小姐 在下有事耽搁离阵 还请见谅 哎呀 别这么说 怎么会这样 那个废物 怎么可能会与万物商行的人如此熟路 楚公子 随我们到包间说话吧 好 柳天遥 你欠我的账 我迟早会向你一笔一笔讨回来 苏会长 两千道一阶灵符 全都在这儿 即使是我 也没有一次性见过这么多灵符 这小子的制服做多威眠也太妖孽了吧 对了 苏会长 您再看看这三道符 能拿到什么价格 我看看 这 这是 小剑 这是二级灵符 什么 先拿着别动 哇 楚剑秋 在练体径就能练至二级灵符 之后 若是顺利成长 定会成为一名福道大家 枯手鉴定 看来 这夏小姐也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啊 嗯 楚公子的制服手段实在是高 这两千杠一阶灵符 和三杠二阶灵符 我万物商行 愿意出资十五万灵士买下 好的 十五万 这都比得上出家整整三年的收入了 浮阵诗果然是天舞大陆最赚钱的职业啊 对了 苏会长 不知贵行近日有没有好的武技出售 修行之人光有境界的突破还不够 更需要有合适的武技 来提升实战水平 巧了 明天我们万物商行 就会有个大型的拍卖会 楚公子到时不妨过来看看 那好 我们明日再见 小姐可曾听说过旺苏史 嗯 我打听过这位楚公子 可为自己心爱的女人 奉献整整三年的本命精血 确实是个良人 小姐要不要考虑一下 又再打趣我了 苏姐姐还是像以前一样坏 这里是三楼的一号雅间 楚公子请进吧 苏会长已经在里面等你了 苏会长 楚公子来了 快请坐 哎呀 楚公子 怎么坐得那么远呀 如此见外 人家可是会伤心的 苏会长 今日我来 只为求得一门心仪的武技 还请尽快进入正题吧 寻常男人见了我 哪个不是争着抢着上来献殷勤 这楚公子果然定力不凡 传令下去 可以开始了 是 时辰已到 接下来请出本次拍卖会的 第一件拍品 此件因为轻霜 乃千年寒铁所住 萧体如泥 锋利无比 起步价三千零食 五千零食 八千 我出一万二 一万五 两万 姐 此件与你的三阴绝脉皆为适配 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那样他们也不敢与我柳家相争 三万 一号雅间的主人挂牌 出价三万 什么 姐 传闻这一号雅间 向来只供万物商行的贵客使用 搞不好 是来了什么大人物 不行 玄剑宗的招生大笔在即 这把剑我必须得到 继续交价 五万 柳家雅间出价五万 谢谢 柳家已经交价到了五万 楚公子还要继续吗 既然他们这么想要 就给他们了吧 这楚公子明摆着是在过一台高价格 想借机教训一下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 还真是可爱呢 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第二件拍品 一柄玄铁重剑 起拍价两千零十 这是哪里挖来的破烂啊 这也能当拍品啊 万物商好什么时候眼光变得这么差了 这剑宝师对这柄剑研究了很久 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 真不知道苏会长 为什么执意将它当作拍品 混沌之尊塔 对那柄剑有反应 怎么 对这柄破剑有兴趣啊 有几分演员 我出 且慢 楚公子是我家小姐的贵宾 既然楚公子对这把剑如此感兴趣 那我就将它直接送给公子吧 楚剑秋谢过苏会长 哎呀 楚公子不必和我这般客气 仔细看 接下来要拍卖的东西才是重头戏 慢点 小心点 接下来要拍卖的是玄阶下瓶武器 怒浪七蝶掌 玄阶武器 这一般只出现在世家大族手里啊 即便是世家子弟 若是不具备一定的身份地位 也没有修炼玄阶武器的资格 万物商行 这回可真是下了血本啊 怒浪七蝶掌 起拍价五万零十 五万零十 寻找人哪有这等财力啊 别讲了 这不明白着 是为了天水君四大世家准备的拍皮 那有我们什么事啊 六万 没想到四大世家之一的墨家家主竟然亲自来到了会场 看来他对那本武器是势在必得啊 你先别急 我感觉没那么容易被他拍到手 墨叔 你怎么这点钱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这不是给旁人看你墨家的笑话吗 牛高阳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未免太嚣张了 我既然嚣张 那自然是有着可以嚣张的资本 我柳家出价十万 什么 十万 能从我柳家手里抢东西的人 还没生出来呢 十四万 三楼一号雅间的主人 挂牌出价十四万零十 十四万零十 这可是天价啊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人物 财力都能碾压四大世家了 该死 又是一号雅间的这家伙 他分明 就是在故意和我柳家过不去 姐 那可是十四万零十 我们柳家近三年的收入 要是继续拍下去的话 就真的倾家荡产了 看着自己 此人出价十四万的时候 毫无迟疑 可见他的财力深似海 远非我等能品 我们走 好 恭喜楚公子 拍的这本玄阶五计 剑和五计 我都已为您收入在这黑侠中了 多谢 对了 现在我对这怒浪七蝶掌 还是知之甚少 可否请苏会长告知已二 这有什么的 咱俩有的是时间 听姐姐慢慢跟你讲 怒浪七蝶掌三掌的威力 在选阶下评五计中 只能算是普通 但在第四掌之后 每一掌都会将前几掌的掌进相叠 而是最后的第七掌 便是集七重进力为一体 如浪涛般层层相叠 堪比玄阶中品的五计 这五计虽然厉害 但是对身体的负荷极大 练习的时候稍有不慎 便会惊断人亡 即便是真气静的舞者 学着五计 都不一定能够做到毫发无损 公子要千万小心啊 我可不希望你出什么事了 这女人 怎么今天一直在找机会 跟我套近乎 有劳苏会长分心了 我还有其他事 就先走一步了 好 就工资慢走啊 真是个榆木脑袋 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 才将这怒浪七叠掌 练到了第四掌 时间还是太紧张了 后天就是玄建宗的招生大笔 但在此之前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弄个明白 累死我了 可算是到家了 少爷 一晚上都没找见你 可急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放心放心 你少爷我可是在鬼门关前 走过一回的人 出不了什么事的 对了 昨晚我让人传信给你 需要你买的那些资源 都背齐了吗 都在这儿呢 共计三百克举七叹 品质都是一等一的好 很好 接下来我要闭关一日 你就在这外面候着 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我 是 如画明白 龙渊 这把剑是至今为止 唯一一件与混沌之尊塔产生共鸣的东西 必然不会是反品 我得好好研究一番 弄个清楚 飞 飞进去了 这柄剑 竟然落到了万道源流浮阵的中心 好烫好烫 万道源流浮阵 最深处的浮阵过于玄妙 凭我现在的能力还无法练花 这塔也真是霸道 都不跟我商量一声 就硬把剑给夺走了 我说 本来这龙渊剑 是我为了玄剑宗招生大笔才准备的 你要收走可以 总得给我一些补偿吧 这 这种感觉是 有源源不断的真气 正在强行灌入我的体内 这些真气 刚刚好助我突破奇经八脉 只是 还需要一些人为辅佐 否则定会走火入魔 对了 混沌之尊塔 如同空间法宝一般收走龙渊剑 那是不是 也能帮我把巨蜥丹给收进去 成了 这混沌之尊塔 果然能当作空间法宝使用 七经八脉 七脉大开 总算是成功了 七经八脉已经打通了七条 只剩这最后一条生死玄脉 这条生死玄脉 历来被武者们称之为生死铁壁关 纵观整个天舞大陆的漫长历史 能够打通这条生死玄脉的人 也寥寥无几 我真的能够做到吗 哎呦 连几个身都这么费剑 真是折煞小爷了 没问题的 生死玄脉我会打通 龙渊剑我也会拿到 还有玄剑宗的招生大比 我一样会拿下 我依然是那个天水俊的第一天才 玄剑宗十年一度的招生大比 终于要开始了 玄剑宗每次招生 都只招生二十人 也不知今年 谁家有这个荣幸 快看 是天水俊手戴尔公子 欧阳渊 区区十七岁 就已是真气精六重的强者 这次招生大比的魁手 非他莫属啊 在天水俊 也只有欧阳公子 与柳家小姐最为相派 当真是一对神仙倦旅啊 测试开始 请诸位选手上台吧 欧阳公子与柳家小姐先上台 真是狼残女猫啊 这种被众人追捧的感觉 可真好 楚剑秋 这废物 竟还敢出现在本公子面前 看来给他的教训还不够啊 也不知他用了什么邪门歪术 竟修好了丹田 就能重新修炼了 苟烟层喘罢了 再怎么修炼 他也已经不是当年的天水俊 第一天才来 废物站住 你这是上次吃的骨头还不够 又跳出来找死吗 玄剑宗招生的门槛 可是炼体九重修为 凭你区区炼体六重也配来 还不赶紧滚下去 你就是楚剑秋 没有资格的无关人等 速速退下 速速退下 这 这是 快接住少爷 的确是炼体九重的积极 这孩子竟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成功 罗长老 现在我有资格了吗 上来吧 楚剑秋不是修为浸尸了吗 难道是骗人的 这尊验姿时可以验出你们的修为境界 血脉品极等 只需将手放在上面即可 开始吧 天遥 你先去吧 居然是玄极中平的玄脉 真不愧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好牛啊女神 不错 的确是个好苗子 即便你恢复到了炼体九重又如何 与本小姐相比 还不是云泥之别 对对对 你开心就好 快看 欧阳公子上场了 妖孽 真正的妖孽 就算是玄剑宗 地坚血脉的物质也没多少个 天哪 这才是真正的天水郡第一天才 我们天水郡终于要出现一个绝世强者了 红妖孽 红妖孽 这 这是什么情况 天机中品自治 天机下品血脉 真的假的 太妖孽了吧 这触见枪 七经八脉 太经打通了七脉 只要再打通一脉 就能打到传说中的炼体极境 天水郡曾经的第一天才 在这一刻又回来了 这个测试结果是假的 刚才我石海中的混沌之尊塔 发出一道灵光 冲入了燕姿石中 只因我的血脉已经超出天际了 是那道灵光 傍晚篡改了血脉等级 若我的血脉暴露 恐怕会将整个大前王朝监督 到时就不知是福是祸了 天遥 你和欧阳渊和谋害我沦为废人时 可曾想过有今天 你 你 什么 楚家少主是为欧阳公子和柳小姐害的 太狠了吧 不 不是我 不关我的事 为了治好你三阴绝脉 所诱发的寒毒 我每个月都逼出自己的一滴本命精绪 三年来从无间断 可到头来 你与欧阳渊和谋 夺走我的血脉修为 断我经脉 碎我丹田 你现在才会有你这种细如蛇蝎的女人 不 不 不是我 楚剑秋 你未免也太卑鄙了 杨儿只不过不答应和你在一起了 你是如此污蔑的 这岂是大丈夫所为 哼 那二世子用一血魔宫夺走我的血脉 就是大丈夫行径了吗 什么 一血魔宫可是禁止之术 一旦发现武者修炼 神人得而诛之 不能让楚剑秋继续说下去了 一血魔宫这个秘密一旦暴露 欧阳家会有大麻烦 小畜生 你以为听不惊人就可以胡言乱语含血喷人吗 什么 欧阳城主莫不是心虚了 别太胡言 本剧者一掌毙了你 这我听不懂修为 你到了真气剑之上的化海性 不是我的敌档 我曾经见求不过那一九重 我这一场剑都没直接将他打死 这怎么可能 臭小子 看不出来呀 你居然还有这么一番悲情的故事 阳阁主 您怎么来了 楚小友是我灵福阁的人 你受了欺负 我这个做阁主的自然要来为你出头了 小子 你胆子挺肥呀 一切魔宫这种禁忌之术你都敢用 我没有 阳阁主可不要听信他的一面之词 到底有没有 咽一下不就知道了 阳阁主 难不成你真要与我欧阳家鱼色网破 阳阵海与我同为化海性 不好对付 你也是挺嚣张的 公然说要杀我灵福阁的人 还与死网破 你有这能耐吗 我可是天水俊俊手 你敢动我 你 我是不会动 但这小子如果真修炼了一些魔宫 并且还用他来夺取别人的血脉 可就死罪难逃了 你敢动他试试看 这股神仙好诡异啊 是神仙杀中的神仙 可是杀人如麻的魔宫啊 快跑啊 李师兄 你来了 可以 这件事情都办不好 我们树林的布局全被你给毁了 你去他给你算账 欧阳家竟然是血沙宗的人 血沙宗与我玄剑宗是生死对头 欧阳原来参加招生 显然是血沙宗的阴谋 如果不是楚剑丘 血沙宗的阴谋就真的要得逞 到时我可就成了千古醉了 厉老多年不见你还是那帮人自大 两老匹夫 少说这种阴阳怪气的话 狗夫虽然不是你的对手 但你若敢杀欧阳渊 我就拉着全城的人为他陪葬 以欧阳渊的天赋 一旦成长起来 便会成为一个了不得的邪道巨匿 断然留不得 克服 厉老的手段 若到时候真打起来 仅如我一人 也识难护住所有人 遭殃的还是百姓 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滚过来 是 是 走了 欧阳家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这天水军事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 等等 阳哥 带我一起走 婚人出去就不会放过我的 老子现在自身难保 哪里还顾得上你这个贱人 看脱老子后腿去死吧 郭阳渊 你等一下 带上她吧 这女人胜坏三阴绝脉 用心肠歹毒 是天生的邪道胚子 不要别哭了 我怎么会丢下你 陈哥哥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若非有前辈在 我们这些人可能没有一个能够活着离开 回去跟左丘老儿说一声 他今天可是欠了我一个天大的人情啊 前辈慢走 玄剑宗姓左丘的老儿好像只有宗族一人 我要是这么会去复命 以后恐怕要将能板蛋坐穿了 阳老匹部 跑得倒是挺快 拜见崔丰主 怪不得这么多年来毫无音信 原来是躲在这么个鬼地方 你可千万别被我给逮住 否则我定要好好算一下当年的那笔账 娘震海千辈不仅认识血沙宗的人 还与崔丰主是旧相识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崔丰主 方才血沙宗的人突然现身 我们 行了行了 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已经都知晓了 那边那个小子 就是你 过来磕头拜师吧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玄剑宗第四封的弟子了 我 崔丰主 这好像有点不合规矩吧 通过招生的弟子 还须回门参加考核才能决定去向呀 本座想要谁就要谁 怎么 你不服 早就听闻玄剑宗戚风 最为难缠的 就是第四封这位丰主 性子极难捉摸 愣着干嘛 还不快来拜师 弟子楚剑丘 拜见师尊 横妥 等到了玄剑宗 你拿着这令牌直接去第四封就行 不用和其他入门弟子一起进行测试了 好的 多谢师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